请看诗篇120篇 请看诗篇120篇 第一节到第七节 120篇第一节 我在极难中求告神,祂就应允我。第二节 神啊,求祢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第三节 诡诈的舌头要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家给你呢?第四节 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第五节 我寄居在米社,住在基达帐篷中有祸了。第六节 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住。第七节 我愿和睦,但我发言他们就要征战。阿们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一首诗歌 我们把它订个题目叫做《极难中的求告》。 诗篇是一首,一篇是智慧书啦,一卷是智慧书。 里面都是智慧者所写的。 在旧一时代,带领以色列百姓有三种人。 第一个就是祭司。第二个是先知。 第三个就是智慧者。 所以智慧者所说的话我们必须要听。 请看传道书第九章。 传道书第九章。 请看十七节。 传道书九章十七节。 宁可在安静之中听智慧人的言语,不听掌管愚昧人的喊声啊。 这里告诉我们要在安静当中听智慧人的言语。 这样我们可以从这当中得到智慧啦。 只不过圣经当中的智慧跟世界上的智慧不太一样。 世界上的智慧就是指着一般的学问。 但是圣经里所说的智慧它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要敬畏神。 请看真言。 真言第九章。 请看真言第九章第十节。 真言九章第十节。 净畏神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圣经里面的智慧的前提就是必须要敬畏神。 因为神是所有智慧的源头。 所以圣经里面所说的智慧乃是在敬畏神的前提底下所有生活上一切的教导的原则。 那诗篇里面很多的诗就是在这种前提之下写出来的。 那诗篇里面有很多分类的方法。 有的是按照时间来分类。 有的是按照地点来分类。 有的是以写作的动机来分类。 那在这里我们所读的诗篇一百二十篇是内容分类的一种。 从这一篇开始上面都有写到上行之诗啊。 这是内容来分类的。 那什么叫做上行之诗呢? 一般有三种说法。 第一个一般的说法认为这是贝鲁的犹太人从巴比伦要回到耶路撒尔路上所唱的诗歌。 那第二个说法是根据原文啊。 我们看诗篇一百二十篇第一节那个小字。 上行或做登阶之诗啊。 结架是指着圣殿的台阶。 那要到圣殿去拜神 那每一个阶梯唱一首诗 所以有人认为这是圣殿 敬拜神仪式所用的 那第三个说法这是大部分的圣经学者所认为的 他们认为所谓的上行之诗 就是指着以色列百姓一年三次 要到耶路撒冷去朝圣路途当中所唱的诗歌 大部分认为这是比较可信 所以我们看上行之诗有一个特色 就是用祷告做开始 用圣殿做主题 那里面都在表达对圣殿浓厚的渴慕 那这一首诗是一首感恩的诗 它是在感谢神垂听祂的祷告 然后在追溯还没有获神拯救之前所遭遇到的苦况 所以这一首诗比较特别一点 那我们根据它的内容来分段 大概可以分成五段 第一个是因言 主要是谈到信心的肯定 第二个是地点 以前是在米色跟基达 第三个是内容 第三个是内容 内容最主要两个 一个是说谎 再一个是诡诈 第四个是方法 方法也有两种 一个是用勇士的利剑 另外一个是罗藤木的炭火 结果又有两个 有两大发现 所以虽然只有七节 那个内容非常丰富 我们现在就简要的来把它谈一下 第一个是引言 这是记在第一节 它是在极难当中求告神 这是一个祷告的开始 也是一个献献的祷告 懂得在极难当中求告神 因为它知道神是全能的 所以它相信神一定会成全 这个就叫做信仰 信仰是用信心来做根基的 因此西伯来书十一章才说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主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 才常常对人说 你的信救了你 甚至应许我们 如果我们信心像一个芥菜子 就能够移动大山 这些都在告诉我们信心的重要 那信心最可贵的就是坚持到底 因为只有坚持到底才能让人得救的 所以所谓的信仰就是看 能不能把信心贯穿整个信仰的过程 请看罗马书 第一章 17节 罗马书一章17节 一章17节 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 这个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 如经上所记 义人必因信得胜 在这里保罗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 就是义人必须因信而得胜 也就是所谓因信称义的道理 那这个信心必须要贯彻始终 用信心做开始 也必须用信心来做结束 那这种信仰才是成功的 所以在这里做诗的人 首先他的祷告 是凭着信心来向神祷告 第二个 那他当时的地点是在哪里呢 古时候 人名常常就是地名 所以一个叫做米色 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十章 创世纪第十章 第二节 创世纪第十章 第二节 这里谈到米色 这个米色是亚福的后裔 后来他成为一个地方的名称 就在黑海跟黎海之间 是在以色列国的北边 第二个是基达 我们来看创世纪二十五章 我们来看创世纪二十五章 二十五章十三节 请看创世纪二十五章十三节 二十五章十三节 以色玛丽的儿子们的名字按着他们的家笔记在下面 以色玛丽的长子是尼拜约 又有基达 雅德别 米比山 这里记载以色玛丽的后裔 他的儿子当中有一个就叫做基达 所以基达是属于以色玛丽的后裔 那后来这也成为一个地方的名字 是在阿拉伯地方 在以色列的南方 可见这两个地方都不属于加南地 这两个地方都是属于外邦人的世界 所以既然不是加南地 就不是神所应许的 因此神的百姓在那里就是寄居的 所以这个作者才在回想 当时他们住在外邦地 那个地方实在有祸 因为那是有罪的地方 那今天这两个地方就是指着世界 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世界也是寄居的 从个人来说 我们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 从世界来看 这个世界也不是永存的 有一天要毁灭 尤其是这个世界是罪恶的地方 所以主耶稣在分离的祷告里面 才特别祈求神保守门徒脱离那恶者 因为虽然这个世界很好看 但是从神开来却是罪恶的地方 第三个 那这个内容是在讲什么呢 这里在讲两个特征 是外邦地的特征 也是今天世界的特征 一个就是说谎的最纯 这是指着人的言语 另外一个叫做诡诈 诡诈也是言语 诡诈的舌头也是一种言语 但是更重要诡诈是在讲人的心 这两个都是属于不诚实 这个不诚实就是今天世界最大的特征 所以人不用教 小孩子不用教 他自然就会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 第八章 约翰福音第八章 请看44节 约翰福音第八章44节 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 你们父的私欲 你们偏要行 他从起初是杀人的 不守真理 因他心里没有真理 他说谎是出于自己 因为他本来是说谎的 也是说谎之人的父亲 这里主耶稣说 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亲 表示魔鬼的本性 本来就是这样的 那今天这个世界 既然是属于魔鬼的 所以这个世界的特征 就像魔鬼一样 到处充满说谎的嘴巴 不但是这样 人的心就越来越趋向诡诈 其实神造人 本来是正直的 但是因为人犯了罪 这个罪入了世界了 所以人的心就开始不正直 圣经说人的心 就开始寻出许多的巧剂 到最后人的心 就变成非常诡诈 请看耶利米苏 17章 请看耶利米苏17章 第九节 耶利米苏17章的第九节 17章第九节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坏到极处 谁能试透呢 这里讲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真的是坏到极点 因此我们看到 很多小孩子 你不用教他 他就很会骗 记得小弟以前当老师的时候 刚刚毕业到学校当老师 不太懂 有一次我搬上了一个学生 偷牵老师的脚踏车 有人偷偷的跟我讲 我就叫他来问 结果被那个小孩子 骗得团团转 他编了一套故事给我听 我还傻傻地相信他 后来才发现 原来他全部都是编出来的 我都想不到 那小孩子的头脑 怎么这么好会编故事 不但是这样 有一次我去访问一个木道朋友 那这个木道朋友 正在叫他的孩子说 你功课做了没有 他回答说做了 后来他妈妈检查 没有做好 没有做完 这个妈妈就很生气 你怎么骗我 这个小孩子脑筋动得很快 年纪小小的 他回答他妈妈说 妈妈我没有骗你 我只回答说做了 我没有说全部做 谁叫他的 不用人教 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这个样子 所以像这样的事情 在我们生活上面 到处可看到的 只不过说谎可以骗一时 没有办法骗永远 说谎可以骗人 但是骗不了神 更骗不了自己 记得有一个故事这样说 所以一个爸爸很穷 他就偷偷地去偷挖人家的地瓜 他叫儿子打风 儿子在那边看看有没有人来 他告诉他儿子说 有人来就赶快做信号 他要吹口哨 这样我赶快就可以逃 结果他这个孩子 没多久都吹了一次 总共吹了三次 每一次都没有人来 这个爸爸就很生气的 只问他的孩子 没有人来 你干嘛乱吹 这个孩子回答说 有啊 上面在看 神在监察 真的是这样 所以主耶稣说 将来我们所说的话 一句一句都要公出来的 我们可能骗得了人 但是绝对骗不了神 所以将来要凭我们的话 定我们有罪 也要凭我们的话 定我们有义 因此主耶稣才教训我们 请看马太福音 第五章 37节 请看马太福音第五章 37节 五章37节 你们的话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若再多说 就是出于那恶者 讲话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不要再多说 就是不要诡诈的动机 当然更不可以骗人 免得我们落在审判底下 第四个 那怎么来处理这样的问题 这一篇诗篇 告诉我们两个方法 是在第三节跟第四节 用勇士的利剑 还有罗藤木的炭火给他 这一点我们可以分成两方面来说 一个是消极方面来说 表示做这种事情的人 神会刑罚 祂会自食其果的 没有错 谎言的舌头 有时候像利剑一样 能够伤人 但是到最后 其实是伤到自己 请参考诗篇 诗篇64 诗篇64 请看第三节 诗篇64的第三节 第三节 他们磨舌如刀发出苦读的言语 所以好像笔准了的剑 第四节 要在暗地射完全人 他们忽然射他并不惧怕 第五节 他们彼此勉励射下恶计 他们商量暗设网罗说 谁能看见呢 第六节 他们涂抹射了说 我们是极力涂抹的 他们个人的意念心是神的 第七节 但神要射他们 他们忽然被剑射伤 第八节 他们必然半叠是被自己的舌头所害 凡看见他们的臂都摇头 你看那个舌头很厉害 有时候像刀剑一样 的确能够伤人的 但是圣经说到最后 其实伤到的是自己 另外 罗藤木的炭火 是指着木炭很耐烧的 有时候那个黄化 真的像火一样 可以把整个都给烧掉 但是最后烧到的 仍然是自己 可以 consumir las cosas con el fuego sin embargo al final consume a sí mismo 看雅客书 看雅客书第三章 第五节 雅客书第三章的第五节 雅客书三章五节 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 却能说大话 看它最小的火 能点着最大的树林 那个舌头真的很厉害 像火一样 可以把最大的树林都点着了 可是我们看第六节 舌头就是火 在我们白体中 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 能污秽全身 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 并且是从地狱里面点着的 那个舌头最后烧到的是自己 因为它污秽全身 能够把整个生命的轮子都点着 把它毁灭掉 让人最后下到地狱里头 那真的是被永远的火所烧 这个就叫做自作自受 所以这个犹太人 拉比有一个故事 就在讲这个罗藤木的炭火 他说有一个人 他在一根罗藤树下 他就用那个罗藤木很耐烧 用它来烧东西 烧完了以后要走了 照理说 他应该要把它弄灭掉 要把它熄灭掉才可以 才对 这个人很偷懒 就把他沙把它买在底下 但他只用了些水 去把这些罗藤木很耐烧 没有多久 这个人又来了 他又坐在那个罗藤树下 他忘记了以前烧的罗藤木炭在底下 结果把自己的屁股给烧焦了 这个在讲说 如果一个人说谎话或者诡诈 他是自作自受 到最后受害的是自己 这个是消极方面来说 那积极方面来说呢 到底要用什么来战胜 这是谎言跟诡诈 一个就是勇士的利监 那就指着真理 我们请看以赛亚书四十九章 请看以赛亚书四十九章 第二节 以赛亚书四十九章的第二节 四十九章二节 他使我的口如快刀 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 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 将我藏在他剑袋之中 这是仆人之歌的第二首 这个我可以指着主耶稣 也可以指着神的众仆人 这个说神要让他口如快刀 能够快刀斩乱马 又好像磨亮的地剑一样 能够把他看穿 能够把他刺透 就是神的话能够剖开人的谎言 那神的话也可以指使人说谎言的那一种情欲 能够刺穿人诡诈的心 能够刺穿人诡诈的心 那另外罗藤木的探佛是指着圣灵说的 请看以赛亚书第六章 请看以赛亚书的第六章 第五节 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五节 以赛亚书六章五节 那时我说祸在我灭亡了 因为我是嘴唇不解的人又住在嘴唇不解的名当中 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君的神 第六节 由于撒拉夫飞到我的跟前 手里拿着红炭 是用火简从坛上取下来的 第七节 将探沾我的口说 看啊这探沾了你的嘴 你的罪念便除掉 你的罪恶就赦免了 这是以赛亚先知所看到的异象 他看见神荣耀的显现 又看到圣殿里面充满神的荣光 当他看完了以后 他突然发现糟糕 他要灭亡了 为什么呢 不只是因为他不能亲眼见神 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嘴唇不干净 而且又住在嘴唇不干净的名当中 那怎么办呢 只有一个方法 天使从坛上 用火简夹了一个红炭来沾他的嘴巴 这个红炭就是预表圣灵 圣灵又叫做魂操的灵 他能够把我们那些不干净的东西全部给烧干净 这是方法 最后一个结果 这个作诗的人写到最后结果 他有两个发现 记者在第六节跟第七节 这两个发现很有趣 这两个发现很有趣 我们看回来 诗篇一百二十篇的第六节跟第七节 先看回来诗篇一百二十篇第六节 我跟那个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住 那第七节说 我愿意和睦 但是我一发言 他们就要争战 这是我们今天信徒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的生活写照 第一个发现是什么 他发现外邦人这个世界当中没有真正的和睦 甚至于是在恨恶和睦 如果有和睦 那也只是一个假象暂时的而已 因为是在彼此利用价值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这个世界上用的都是地上的智慧 请看雅各书 看雅各书第三章 看雅各书第三章 十三节 雅各书第三章的十三节 三章十三节 那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 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 十四节 你们心里如果怀着苦毒的极度和纷争 就不可以自夸 也不可以说谎话抵挡真道 十五节 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 乃是属地的是属情欲的属鬼魔的 十六节 在何处有极度纷争 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 地面上来的智慧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 用这种智慧的地方绝对不会有和睦 一定是极度纷争要不就扰乱的 这种事我们在今天的社会上好多 难怪做事的人说外邦里面没有真正和睦 甚至是在恨恶和睦 因为他们里面充满的是地面上的智慧 那真正的和睦一定要先跟神和好才有办法的 他必须从神那里领受上头来的智慧才有可能的 这是第一个发现 第二个发现 是在第七节 他发现这是一场争战 是真理跟罪恶在争战 因此站在真理的立场 他发现没有办法妥协 也没有办法去改变 所以他说我愿意和睦啊 但是我一开口 哇不行了 糟糕 马上遇到很大的反弹 这告诉我们真正和睦不是改变真理的立场 真正的和睦也不是跟这个世界妥协啊 而是我们都应该顺服在真理跟诚实底下 请看哥林多后书 请看哥林多后书第六章 哥林多后书第六章 十四节 六章十四节 你们和不信的缘不相配 不要同负一个二 一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 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 十五节 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和的呢 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的呢 十六节 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的呢 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 旧人神曾说过 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 在他们中间来往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保罗说其实光明跟黑暗 根本没有什么相同的 也就是说 善跟恶是壁雷分明的 真理跟罪恶绝对没有办法混在一起的 所以如果有一方不愿意一定会起征战的 因此我们有时候不能用那个两个同盘才会想来说明事实 不可以 就是遇到问题不要老是讲两个同盘才会想 不是说两个都有问题 所以如果有问题 我们也不能用两面光的墙来自圆其所 就是混水摸鱼的方法来讲 圣经里面讲 自古以来只有那个血气的会逼迫属圣灵的 绝对没有属圣灵的最逼迫属血气的不会的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跟那个恨恶和睦的人 许久同住 还能够和睦的话 那只有一个可能 那很可能我们改变真理的立场 讨人的喜欢 那另外还有一个可能 就是我们跟罪恶相争 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 换句话说 这不是我们的灵修好 是我们灵修退步 所以我们来看两节圣经 做个结论 我们来看四篇十二篇 看四篇十二篇 十二篇第一节 那神啊 求你帮助 因虔诚人断绝了 世人中间的忠信人没有了 第二节 人人向灵色说谎 他们说话是嘴唇油滑心口不易 第三节 凡油滑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 神必要剪除的 第四节 他们称说 我们必能以舌头得胜 我们的嘴唇是我们自己的 谁能做我们的主呢 好 我们再跳过去看十七章 十七篇 再讲到诗篇十七篇 第一节到第三节 诗篇十七篇的第一节 说神啊 求你听闻公义 侧耳听我的呼吁 求你留心听我 这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 第二节 愿我的叛语从你面前发出 愿你的眼睛观看公正 第三节 你已经试验我的心 你在夜间监察我 你熬练我 却找不到什么 我立志 叫我口中没有过失 这两节经纪 两段经文是非常强烈的对比 诗篇十二篇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会越来越罪恶的 所以我们会发现 那个人的嘴唇越来越有法 甚至会发现到最后 虔诚的人断绝 忠信的人没有 我们相信有一天这个世界 会变成这个样子 但是信徒绝对不可以通流和物 所以第十七章就是信徒应该要追求他 我们应该像莲花出污泥而不然 像莲花出污泥而不然 在这种充满谎言 语诈的世界里头 要立志 让我们的口中没有过失 这个就是极难当中要求高山 唱诗 一百六十九首 一百六十九首 一百六十九 感谢观看